工作狂通常是出于责任感 那么通常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 不分做什么工作 继续带您看的 这一位是卖甜点的师傅 那么他只因为坚持要当天现做 所以他每天凌晨半夜开始工作 做到早上 为了让白天可以卖当天现做的铜锣烧 这样一做做了60年 这边也是令人迷着 这是我们的儿子 它不错 这边就是这么二种 米老师 这个婚礼物 画面的眼光 您不必将你的儿子 這個菜要給你用 切成這樣 如果沾到鍋裡 我早就說做雞就要搶了 對 做人就要搶了 勸人勤奮工作 努力生活的台灣鯉魚 也是沈浸發大半輩子的寫照 就算已經70多歲了 還是堅持在每年秋冬 半夜趕工做日式甜點 白天賣 老師傅的每一天 從深夜替自己煮一頓飯開始 在舌頭過來的時候 這就是要先餐一餐 食飯吃餐了才開始做 話是這麼說 卻在等待飯菜熟了的空檔 又忙起來 這一天 他得準備上百分銅鑼燒 要用的奶油餡 老師傅從不假他人之手 親自拿捏糖 鮮奶油和牛奶的比例 同時還會緊盯助手的工作狀況 我們要高伯 要高伯的主意 助手其實是兒子陳瑞峰 本來從事土地仲介 不動產景氣低迷後 去年決定轉行 回家幫忙 萬車伯 萬車伯 因為你這兒如果要倒起來 如果要倒起來再吃 你這兒不能吃 沒有 你萬車伯給你這兒 你這兒不來 你不來 你做的時候 錢會亂去 他不希望我破壞他的節奏 工作的節奏 但是可能我會比較急 所以我就會覺得 這些東西趕快弄好 那你就可以早一點休息 老師傅可從沒想過要休息 只有在吃飯時 才會停下手邊工作 稍微喘口氣 來吃飯 大家來吃飯 吃飯了 沒有 因為在當機站 晚上才而已 晚上才12點 我們就要過來這裡開始去船 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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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好的時鐘 就差不多三點多 四點多 才有人要開始煎拼了 煎下去的時候 就有幾個小時煎了 所以都沒時間拿好吃 也是只有在這時候 曾經把臉上表情放鬆了 但習慣不會變 兩口當一口的扒著飯 因為腦子裡想著的還是工作 腦子打好開始拉起來 就要停下去了 因為他的蛋白 他的腦子打起來 會不會放太久 放太久 它會變醉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求兒子 一定要先做餡 再打麵漿的原因 按部就班才能確保新鮮 老師傅對細節的堅持 有點像日本職人精神 也的確一手做點心的功夫 是年輕時向日本人學來的 從小跟著母親北上討生活的陳靜發 十來歲就到處打零工養家 什麼苦力粗活都做過 想知道怎麼會老百姓 我才能成功 我才能成功 不過 沒想到 那時候有很多機會去磨練 我才有出社會的時候 才有力量 艱困的環境 教他任命但不認輸 光打工無法長久 一定要學會一技之長 有一次兼拆打雜時 日本師傅知道了他的想法 又看他勤奮老實 決定傾囊僵掌受 當初也是如此 一步一步跟著學 純手工製作的餡料要好吃 靠的是比例調配和攪拌時的手勁 做奶油餡還算是輕鬆的 最累人的是熬羊跟紅豆餡 得站在鍋子旁三小時 重複同樣的動作 我們阿兔其實要軟得Q 但是你步驟做不好的時候 做起來變成軟 不然就是太軟 這個東西平時你就做得了 做工繁複太累人 要以日式甜點創業陳進發 也想過買現成的餡料就好 不過你體驗的來說 因為他大小做 他要做比較硬 不然他會放 所以他做比較硬 我們現在拿回來包的時候 拿起來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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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都很硬 又很硬 要改良還是得靠自己 陳進發試著把內餡減糖 卻發現甜點少胃時間縮短了 為了新鮮 他只好開始半夜做白天慢 但季節轉換時又遇到問題 沒關係 打給他要勾勾嘛 打給他要勾水 大概這十三萬年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經驗 就我們讓出旁邊去吃 讓出旁邊去蒸幾個 品質不穩 生意差 為了家計 他只好一邊做水電工 一邊找時間摸索 花了三年多 才懂得看當下氣溫變化 來調整打蛋時間 你如果煮到困難中間 你就是要進來 對 這年做生日是這樣 就說比較辛苦 熬過了你會發信辛苦都值得 失敗經驗讓他學會掌控鮮度和時間 銅鑼燒的小攤子生意逐漸好轉 只是這麼一來更忙了 從有意思到現在就是 看著我爸爸媽媽就是這樣子 每天沒有日夜一直在工作 陳瑞峰是聞著餅皮的甜香長大的 累了睡攤車的聚物香 醒了就得幫忙 中年轉職才真正回家接手 這曾經很抗拒的工作 很不習慣 我都快暈倒了 真的累得快暈倒了 你可能已經受不了了 可是他還是繼續在做 我又捨不得說爸爸這樣在做 那我就跑回去睡覺 把他當成事業 半年多來全新投入和父親一起經營 才體會他做好一份工作的用心 也是從年輕到年老 從黑夜到白天 作餅的手幾乎沒停過 也沒喊過一聲淚的父親 升起一個家的決心 身為一個人來說 我們自己本身的身體 扮演什麼角色 感覺我們的角色要做好 這因為我們就是一定要賺錢 賺錢你開車買回來 所以說不能為了說很累 不然不要做 你不做要做什麼 你用車就不用聽人的嗎 對嗎 觀眾你做什麼 你就是要看 即使有時候辛苦不一定有回報 甚至會被擺到 還是得撐下去 我還要去刮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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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輕人的時候 還沒刮到刮刀 她就上了一課 既然天生不懂的房子人 就自己多做一些 相信總會找到真心夥伴 你用這麼兩個 按看你的 我就是二刀 後來她讓二度就業的媽媽們 跟著學習 才有一起打拼的心 所以有人一待就是十多年 幫著老師傅推車賣甜點 陳慶發的日常工作結束了嗎 還沒呢 她還要跟著員工到台北迪化街擺攤 順道採買原料 半個多小時的車程能小睡片刻 我們才終於在老師傅臉上 看到忙了一整晚後的疲憊 雖然近年來她只在秋冬到春初 天涼時做甜點 但一忙就是大半年 而女勸老人家敢以網路接單 冷藏宅廁的方式營運 不要再過日夜顛倒的日子 哎呀 人家真的在問 你怎麼這麼多歲 你怎麼不要分明 就要再做 我說 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我的感覺是跟我說 人生來做就是快樂 下一個路就是幸福 老師傅卻堅持 現做現賣才好吃 勞動不辛苦是踏實 一二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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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婆婆媽媽有工作機會 這是一種成就感 做什麼我們就要轉身去 做平板人比較好 這是我們的成功 在一件小事上堅持 終究有收穫 老師傅五十多年來的專注執著 讓更多人嘗到了手工銅鑼燒的甜蜜滋味 還讓原本只是養家活口的小生意 變成一家人努力的目標 要做得很快樂 我說我做得不做 我做得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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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傅教我們 在小事上專注堅持 廣告最後要看的年輕人 則很有使命感 有幾個產區 他所產出來的這些小麥 他品質並不亞於 美國進合的這些有機小麥 對 那這是讓我覺得很驚訝的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麵包裡面只有小麥水鹽巴 它是什麼樣的滋味